這次採訪為大家請坐 真心思歐小姐 歐小姐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這次真是正確時機了 因為2022年已經來了 香港自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 又推了港版的《國安法》 現在就有差不多一萬多人被捕 現在香港人都離開了香港的不少了 所以這次採訪都想問一問你香港的前景 台灣的國食 甚至一些大陸和國際的報告 今年是怎樣的 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 我就不會說新年快樂 因為2022年是一個很驚心動拍 並且是驚濤蟹浪的一年來的 這樣也是非常戲劇性的一年 大家現在所見到的傳媒 很多的傳媒是要關門大吉了 好像言論的自由沒有了 香港好像一步步香港是被壓迫 被捏著頸捏得好像無法呼吸 大家心裡應該是不好受 但是我想大家是面對2022年要跳出自己的情緒上 心理上的恐懼 你要看到 要用一個認知去看到 其實這些動作 這種種種要壓殺香港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中共本身自己的恐懼 因為他們裏面的內鬥非常白熱化 也都危機處處 那接下來2021年 中共要面對一個 差不多是要動搖到 那個統治地位的一年來 這個是會由2022年跨到2023年 大家會看到不單在經濟上 你會看到很多 恆大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頭盤 恆大一件事件 一件大的事件 是被大眾中目睽睽睽看到的 這件只不過也是一個頭盤 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崩潰是一個頭盤 慢慢你會看到 因為在整個2022年 兩次的日蝕和兩次的月蝕 都是在我們所謂的金牛和天蠍座的那條軸線裏面 這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這比較專業的東西 我不解釋裡面的理論 就告訴大家 那個是顯示了世界經濟上的筆景氣 那個筆景氣是會浮面 其實這件事已經2020年底 已經是存在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為什麼2021年好像還沒浮面呢 我相信是有很多人 準備要有些較為高位的人 或者是財閥 他們需要掩蓋一些表面上的東西 他們來類要保住自己的資產 或者是散水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2021年 那個在廣泛社會受影響 或者是廣泛社會認知這件事上 是2021年還沒得到一個廣泛的認知 這麼說 2022年是不同的 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而這個金牛天蠍的所謂的軸線 其實就壓在香港的經濟和香港的外匯儲備上 這次的撞擊是會很大 就是說 我比喻過 就好像是一個升降機 在搭電梯 突然之間那個艦斷了 那個驚嚇程度是這樣的 然後這件事會廣泛地在社會的層面上 顯露出來 譬如說失業 種種 其實這些有很多是人為一因素 譬如現在香港政府這樣的政策 搞死所有的食肆 無論是黃藍都會搞死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我也說過是地產金融 這個是災難性的 你會看到災難性的影響 另一方面 天蠍金牛族 另一個面向就是地震 地震包括海嘯 這個地震會在哪些地方 我相信會在哪些地方出現 在台灣會是嚴重的 我想年底那次會是嚴重的 其實台灣現在斷斷續續都有地震 其實很頻密的地震 撇開尖聲而降 很頻密的地震 其實就是預兇了一個大地震 但是台灣會走得過 台灣對於天災來說是走得過的 但是這件事如果在大陸的話 大陸同樣都會發生一些大地震的事情 那他們就不同了 他們的天災就連人禍一起加倍發酵 那這個如果本身已經在經濟層面已經是癱瘓 那再加上天災人禍 再是入面政治的內鬥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什麼局面出現 其實種種的防疫政策 其實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能否出現 那你要知道封城 種種引來的一些後果 那另外第三 金牛天蠍族第三件事就是 糧荒 糧食上面是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缺糧的問題 那我講回香港 雖然香港不是一個地震族 但是它不會直接受影響 但是它會間接受影響 那這個大家想一下 如果香港不是一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地方 那如果其他的地方 或者它那個糧食入口的地方 如果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香港多多少少都一定受影響 那所以我不是鼓吹大家去 去很瘋狂地去儲糧 但是我想在2022到2023 這個是跨兩年 2023的日子 其實 我想是 家裡是多多少少要有需要有些糧儲備在這裡 不需要儲很多 但是我自己呢 我自己來說我都會儲一個月糧 所以就買罐頭 看看過期的日子 有時候 有時候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是需要有些糧食的儲備 糧食的儲備 也不單止因為糧荒 有些日子你不方便出街 你出不了街 或者一條街很亂 那這些時候你都需要儲留 所以這個就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就不要瘋狂去處理 這個是很不理智的 也會影響到其他人 大概2022年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一年 但是也會是一個有轉機的 會看到轉機的一年 現在香港被中共 就是一個這樣的極權整政治之下 它去扼殺 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 整死香港呢 中共一定會陪葬的 就是這樣了 那香港這邊 都見到一些股市 都跌到差不多一年來 這麼多年來的新低 就是現在是不是股市、樓市都差不多 或者2022年、2023年 跨這兩年的年度 起色都是一般的呢 我想股市現在不是很低的 23000不是很低的 2020年的時候 我講過它就已經由 30,000跌到21,000了 這個位一定會再試的 大概香港的股市 可能大跌到 例如穿二萬 什麼時候會見到呢 我想 就是最遲七月都應該會見到了 嗯嗯嗯 是啊 嗯 應該超乎想像的 沒事留時一起跌 一起跌 嗯 症果方面呢 都看到你剛剛說的疫情可能都會連到民邦療心 現在的食肆都可能差不多要執禁制 不單止食肆 美容院那些都有很多 現在都沒得營業 所以現在是否看回民邦療心的狀況都會繼續在香港出現 當然另外一個狀況都看到現在的高官要爆醜聞 這些事情以後會不會都會落後會發生呢 會的 因為我想今年香港2022年的下半年 會有他們本身那個 其實現在在立法會那些是建制派的 全部都是 不是建制派都留不到 他們內部會分裂 所以他們不是真的好像香港在強權之下被控制了 動都不能動了 不是了 我想是他們開始自己會內鬥 這個內鬥我講過 白法會裡面應該有一班人如果是反習 應該是跟外國有一個默契 這個也都會是 我相信也都會是香港的轉機 因為香港的轉機一定需要外國勢力的協助 這個到時候要看看是怎樣 其實香港在有幾個月份 3月5月8月都是香港會有幾驚心動魄的情況出現 這三個月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這封網你都要預料了 剛剛我們看到的新聞是昨天的新聞 是昨晚的新聞 大概就是這個哈薩克 有一個嚴重的 有警察被斬首 我看到的新聞是這樣 這個是大批反政府的人的行動 你會看到哈薩克的總統是怎樣對付民眾的呢 他是馬上封網的 所以這個動作是任何 哈薩克的什麼地方 其實那個經濟是越來越好 但是只不過是少部分人得到經濟的成果 也有一個極權的統治 這樣這個是 其實你聽到這個情況是跟某國都很相似的 所以一些做法呢 我相信會是很類同的 這些權統治的做法 一有什麼民間的反抗 或者大量跟軍隊的對峙的時候 首先都會封殺了他們的互相聯繫 所以就是封殺互聯網消息 封網就會出現 其實我相信 他們國安法那個落實 在網絡上面的管制會很大 甚至大到可能有一個情況 譬如在大陸 你用電腦上網打一些很敏感的事情 這樣會有人敲門 有人上門敲門 這些情況 如果在今年 在香港出現 我也覺得 不會是驚訝 所以大家 那個 預期它鋒芒 一切的準備 比如VPN等等的準備 是需要有的 那記得之前我採訪你的時候 你講了香港鎮壓了 就輪廈三年 年八個月 那現在其實去到什麼階段呢 因為現在都 其實是尾聲來的 這樣就 但是越是尾聲越是劇烈的 就是說那個 對於那個 那個極權 在 對人的欺壓 你會見到 是越是去到頂點的 因為去到頂點 這個 這個才差不多是 它結束的 就是 它走向下波的尾聲 其實有拋物線 去到頂點 跟著就下來了 那我剛才講過了 就是香港死 中共一定陪葬 那所以 我想 下半年 大概 五月 大家會看到一些 一些 轉機 出現 那下半年 我覺得 香港的情況 是跟 現在的氣氛 是不同的 那個氣氛 是轉向 一個好的 轉機 還是 壞的轉機 是 在那個 大環境 我說真的 在那個大環境裡面 這個是 因為世界 因為香港 現在是處於世界洗盤的階段 因為香港 是走在最前面 所以那個衝擊會較為大 但是那個衝擊 得來 就是 不會令人覺得是一個絕望的位置 我形容它只是一個瓶頸位 瓶頸後面 不是 死路一條 瓶頸後面 是 廣闊的一個空間 是嗎 就是說 你會看到 瓶頸之後 你會看到 有很多可能性出現 這個可能性一定會有 關於外國的支援 但是 你會知道 香港的重生 我講過 我兩三個年前講過 香港是死而後生 但是 這個香港死而後生的一個條件 就是 就是 中共不在 但是中共不在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一個必要條件 那 所謂的 一個 完全的 條件 叫做 仍然需要 香港人自己 想好 有一個藍童 你死而再生的時候 就是說 家裡 有人來 將一間屋拆爛了 我們需要重建 那你重建 有一個重建的藍童 那 你首先 香港要有一個這樣的藍童 所以 有一個 有一個 充分的 一個 死而後 就是 重建的藍童 這個就是 香港再生的一個 充分條件 中共 臨當 只是一個必要條件 香港人有自己的藍童 是一個充分條件 我這樣說 清楚 我也記得 之前我採訪你的時候 你說了香港人之後 又一磚一瓦 重建香港 你剛剛說過三年八個月都差不多到了最尾聲的階段 是不是現在為止香港 就差不多 始終 步向黎明的局部 都走過來 是走過來 在黎明之前最黑暗 所以說 其實 現在是慢慢進入 最黑暗 就是 三月 大家記住 這三個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走過這些日子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我相信 香港人 都一直 就是保有一個希望 我不見到香港人覺得 認命 真的什麼都 騙了 沒有了自由 很灰暗 我又見不到是這樣 留得在的 或者選擇留下的 是 對香港仍有信心 或者 真的是 對香港的愛好心 願意 在徹緩拜雅之下再重建香港 甚至乎 我也認識一些客人 在外面賺到錢 他想著回香港 劫爛過了之後 回香港再重新建立香港 這個 我聽到很多都是這樣 並不是媒體所報導的 這個酒 那個酒 在機場相擁而渴 這樣 樓離失所 完全不是 我認識很多 有能力 根本是絕對有錢 移民去歐洲也好 哪裏也好 世界各地都有錢 移民的人 他們會因為父母留在香港 他們就留在香港 最多就是掉走了錢 所以我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人不走 錢要走 因為要保有香港人的資產 將來香港的建立 才會有資源 這個就一直一直 很多年 幾年裏 我都提醒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 香港人會很聰明 一定會這樣做 人不走都會 靜靜地看看那個變化 大家也看到 這個不是說的 幾年前 我都說過 香港的轉變 會是帶動世界局勢的轉變 你想想 現在 中共 即是世界為中 這個局面 是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決定會這樣做的 是2019年 從6月開始 他敢去打壓香港人 他敢去對待香港 是不是 現在 所以 所以 由那時候 一路演變 成為 天下為中 那好吧 那你要握殺 死香港 那 你猜 香港是你 那個 這麼重要的地方 如果他死 他不會 中共不陪葬 就奇怪了 真的 所以 大家 但是 那個 動亂的日子 是會有的 大家不要想著 啊 是不是 突然之間 好像神仙棒 叮一聲 那我們就變回原來 在2019年之前的生活 就不是 的 一定不是這樣 社會是會動蕩 但是動蕩裡面 你會看到 那個空間 你會看到 是可以重建的 一個希望 那 這個是 2022年 雖然是驚濤蟹浪 總之 有信念的人 有信念 有信仰的人 一定走得過 那 不少離開 香港的人都期望 就是 他人 利面來到 在鋪地相見 是不是這個時期 都是充滿著一個 向往和希望呢 還有 你這樣說的 有一個 津檢委 津檢委 過了之後 是不是利面來到 大家可以 回到香港 鋪地相見 和在你 心目中 或者你在 《真先號》上面說的 那個 用一尊一啞 去重建香港的時刻呢 我相信 不會 流亡的人 不會說 我們這輩子都回不了香港 不會有這樣的事 我認為 我絕對可以再回香港 那 為什麼 已經可以回香港呢 當然就是 一個 一個 極權 那個 那個扼殺已經是 已經是解鎖了 但是那個 那個細節的情況 那個轉變的情況 是怎樣 這個很多 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 就是看香港人怎麼做 看香港人的意願有多強 就是自己怎樣去建立自己的未來 那個就很重要 那 一定會有重序的一天 這個不會是說 不會說要十年八年 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這個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 嗯 那魚水革命呢 其實你之前也有說到 說 反正會重新回來的 現在這個 由金星河上面看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星象 有一個星象在今年是 香港人的情緒被 被 被被被被被被牽動 那再次是 有一種 就是抗爭的情緒 出現 那 一定是 有人做了 他認為可能我現在逼你們打針 你們都不反抗,可以繼續一路一路扼殺下去 可能有人會這樣想,令到你沒有反抗的能力 令到香港人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會有人認為就是這樣 他覺得香港人不是哈薩克人 香港人又不是緬甸人,不會怎樣的 那我就為所欲為了 可能會有人有一個錯誤的想像 或者是對香港的不了解 其實我想真的2019年事情的發生 預書革命的發生 其實就表明了中共根本不了解香港 香港人有多少潛力 香港內心有多少意粉 其實不是他們估計得到 那件事會怎樣發生 怎樣發生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個是有一個反抗的情緒很高漲 這個是2022年在香港看到的成長 因為現在的情緒只是表達我的不滿 是不滿的情緒 但是好像去年 是不滿的情緒是不滿的情緒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一定不只一位梁先生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一定不只一位梁先生 香港人覺得需要反抗的情緒是怎樣的 那個形式是怎樣的 這個我想到時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3月5月7月都是一個 就是大家值得留意的時間 請問歐姐幫我總結一下 香港人在這個2022年和2023年的 香港人會怎樣籌備自己的香港方州呢 我想應該籌備的東西 應該籌備完了 因為他講過資金也好 還有另外一個大災難 首先一定不好 因為水平年代的戰役 是認知戰是蓋過了一切的 所以大家的網路要保持著跟外面的消息 在香港沒有消息的時候 我們外面的香港人需要支援香港在信息上 令香港在資訊上不能夠被封殺 甚至乎我覺得我不知道香港現在還有多少人會有電話 因為我們用了手機後就不會有家庭戶內的插線電話 因為我自己除了依靠網路跟外面的通訊之外 我還會有個家庭網路 家庭的電話 就是家庭接觸線的電話 有什麼事的時候 都可以由另外的途徑跟外面聯絡 還有少許的糧食要煮 水 太陽能的燈 太陽能的燈是需要的 這個特別是台灣的朋友 我自己是長備太陽能燈的 還有太陽能要儲備好 大家不要去恐慌 不需要恐慌 只不過 我是dramatical 戲劇性的歷史畫面 其實我們人生真的會遇到了 這一兩年就是會遇到了 只不過是這樣 你便以一個力險的心態去走過 保佑自己一個安靜的心很重要 自己不安靜的時候就會令到自己的家人不安靜 不平靜 心不安 不安穩的了 心安穩是最重要的 我聽到歐戰這番說話都感覺到這兩年是不平凡的 是 是非常之 非常之不平凡的一年 大家好好去細微 還有我最重要的是 在大時代大局面 一個世界這樣轉變 而且不在自己 有很多東西是不在自己把握的裏面 大家要想一下自己可以把握的是什麼 還有我會說過這兩年都是一個 叫做 金錢觀 價值觀轉變的時候 大家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們再重新去想一下 人生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有什麼是值得我們 世界想下來 他仍然 在這件事是要好好地去 其實不是向世界 不是去看著世界 去找回自己的內心 找回自己一個真實的感受 或者一個真實 在大時代裏面給我們的啟示 也是 在你這樣做的過程裏面 你 會容易地去面對 我們未來的兩年 世界的大改變 對 你好 按 嘯 我 確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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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